這遊戲一定要孔雷開局嗎?沒有孔雷我是不是通不了關 孔雷真香 哈哈哈哈三隻手中梅林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Track 以上如果是新手肯定會碰到的問題 那到底孔雷梅林在這款遊戲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首先各位要知道這款遊戲真的沒這麼難 日版有玩家用全新的帳號只花了21個小時就打通了第一步 而且是在禁止課金的狀況下就達成了 也就是說各位絕對不會因為沒有這兩隻就享受不到主線劇情 那問題來了 為何這些前輩們總是會推薦這兩隻開局呢? 我猜有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人都玩了一陣子 他們都是有在認真經營帳號 想把老公老婆們練好、練滿 而且在打高難度的時候都不會想吃另重 傳承結晶也要拿好、拿滿 在這些大前提之下 這兩位才應該會是必要 如果只是想要藏仙 或是黏著度不高的御主們 就應該沒有這些必要了 在這邊還是要勸一下 玩FGO 如果沒有找到本命的角色 這遊戲很可能少掉一大樂趣 甚至沒辦法長久的玩下去 因此還是挑一隻順眼的 加孔、梅、奇異開局就行了 回到正題 俗話說得好 孔明、梅林、兩人皆得、可憑、FGO 這句話在我理解中很正確 主因是這兩隻長期佔據了FGO中最強輔助的位置 不論看哪個榜單都差不多 而他們所在的數值也是這遊戲輔助的大宗 因此在這邊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介紹這四大輔助 剩下攻擊型的數值 則是在下一部影片中才會出現 數值輔助篇 諸葛孔明 艾爾梅羅二世 又稱勞工 寶具 十兵八陣 敵方全體氣格減少 能機率需賦予暈眩 並給予六回合主衷 和敵方防禦力下降30% 雖然叫做諸葛孔明 但在遊戲中 是英靈孔明將自身全部的能力 交給了在F3登場中的韋伯-威爾維特來使用 因此不論是個性也好 戰場判斷也好 都是韋伯在主導 而要了解為何他被稱作愛爾梅羅二世 可以參考 君主愛爾梅羅二世世間部 這邊就不再多提了 不然真的會講得完 遊戲中的孔明基本上是個萬用的存在 從高難度關卡 活動周回 到每日火種 通通都會出場 被稱為FGO中的勞工當之無愧 而且其他角色到了半時 多半可以放假 唯獨他 不行 因為少了他關卡會刷不快 而FGO已經是被遊戲創意總監定義為一款 不是追求效率的遊戲 要是再少了他 周回的痛苦指數肯定表生 會造成他周回病地登場的主要原因就是 他是FGO中唯一一個能加全隊20NP 單體50NP的角色 如果有兩隻孔明 任何角色 開場就能原地起爆 一般周回時不可能只靠發牌平桿 就能穩穩的過三回關卡 要快 就只能依賴寶具 在這樣的情況下 孔明就算不練技也是非常優秀的充電器 而這麼優秀的充電器 在接下來會介紹到術師匠之前 沒有任何一個角色可以監禁到他的地位 另外除了補充NP外 他技能給的增防 增傷幅度 也相當亮眼 別人的禮秀氣質 攻擊力只提升20%左右 他的有30 還多帶10NP 加防也是同理 而他寶具必定解氣和降防 前者高難度上非常非常有用 能有效的為隊伍爭取時間 後者在周回時還能彌補整隊的傷害 這麼多的優點 也理所當然的希望人手一隻 而如果要在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就是技能CD後兩招不是五回 這會造成一些高壓力關卡上 容易出現防禦或攻擊上的空窗期 這時如果沒有其他輔助的話 整隊的不穩定度會上升 另一個小缺點是 當碰上很痛的寶具時 沒有全體無敵或是迴避之類的技能 還有不能解debuff 因此在高難度的關卡上 要特別注意上述3點 在禮裝方面 有活動就是活動禮裝 高難度時2030或是提高防禦力的聖步海等 基本上很多都可以用 但...... 老實跟大家說 你看到的好友藍 最多還是學妹午餐就死了 技能推薦 雖然很想說全部都要練 但在這邊還是要分個順序來推薦 1技、3技、2技 1技CD時間最短 而且單體充能幅度高 在一些新手玩家 過關需要比較多的回合數時 多充電一次總是好的 而他的暴擊傷害提升 需要有固定產星的方法 以及給一些 自身有集星能力或是騎之石 這個效果才會比較明顯 最後 3技大於2技 主因還是周回時 攻擊需求會大於防禦 在這邊還是要再次聲明 他的技能優先度大於全部的角色 遇早前 又稱C湖 寶具 水天日光天野八野正石 我方全體CD-1 以及回復HP2000 獲得25NP 為藍卡隊伍重要的核心角色 而藍卡隊伍的關鍵就是在不斷的充電NP 讓寶具快速的啟動 因此 寶具有什麼樣的效果會決定藍卡隊伍的走向 而C湖 是唯一隻可以用寶具將全體技能CD的角色 如果整隊的技能CD只有在5左右 甚至可以讓技能BUFF隨時都在隊伍的身上 而且由於有2技的緣故 自身也不容易猝死 3技和寶具都能用來維持隊伍的續航力 最重要的是 3技藍魔方能大幅提升 藍卡隊打手的輸出 NP回復能力 但理所當然的 他也有不擅長的點 像是無法接觸debuff等等 這方面的缺點需要隊友來彌補 常見的隊友們有 第一種 孔明加藍寶具打手 配合孔明不用多說 有非常多的影片都可以看到 所以重點是藍卡打手 如果是大弓、攻撒、怨神等等 這個隊伍的目標就是完全控制對方的氣格 讓對手放不出寶具來 而且之前提到CD太久的孔明的弱點會被彌補 這種隊伍唯一的缺點就是 對面會上奇怪的debuff時會無法處理 或是對上多人車輪戰時 氣格可能會控制不住 導致對面還是可以開得到寶具 如果打手是劍藍絲或是架王等等沒有空氣能力的打手 目標就是快速把敵人給幹掉 第二種 梅林加藍寶具打手 這種配置就是完全的超級攻擊陣 如果打手是那個劍藍絲 更是能從北極砍到南極 對面攻擊力不足的話 我方血量還可以輕易的被拉起來 續航力超一流 缺點是如果砍不死對面 容易讓對面有機會放到兩波寶具 這樣我方會hold不住 第三種 上寶爵後的白真 或是通關六張後的學妹 加打手 這組合有點類似第一種 隊伍雖然更躺 但相對的缺少攻擊力 特徵是 通關更穩 但更花時間 第四種 梅林 白真的 孔明 牛 等等 任挑兩隻 這種組合很可怕 基本上除非對面有即死 或者是消你buff的敵人 不然理論上根本不會到 就算碰到無敵貫通 也可以靠疊防 疊到對面完全打不動 缺點是打得很痛苦 動不動就打到五六十回以上 如果有耐心的 可以試試看 第五種 周回隊 雙C狐配駕王的配置 可以讓特定角色開完寶具後 NP還是滿的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泳裝小莫了 只是隊伍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活動關卡想要周回時 需要高寶具才能把敵人處理掉 上述 這是我所能想出的排列組合 如果有遺漏 歡迎在下方留言 最後 C狐配沒放入藍卡隊伍的時候 真的很難用 如果你隊伍是長這樣 他強度就會完全展現不出來 另外 中回時除了第五種隊伍 他會完全派不上用場 因為他的技能沒有填充NP 這使得跟另外三隻輔助一比 他的重要度 或是推薦度 就會下降 最後兩點提醒一下 第一 由於寶具會增加NP 所以在疊寶具的時候要放在最後面 第二 要玩C狐為主的藍卡隊時有個先決條件 就是技能練度要練得高才玩得起來 但是 當技能練高時 通常是遊戲中後期的事 這時候通關又不一定要用到藍卡隊 因此在新手推薦時 雖然身為四大輔助之一 但 常常看不到他的身影 禮裝推薦 宇宙臨境或是蒼獄之魔法少女 用來增加NP的運轉 技能推薦 三技一技二技 三技是唯一提高傷害的技能 因此優先 一技要點滿才會有100% 點滿後可以讓高難度的表現更為穩定 然而 大概還是要全部點滿或至少660 上場才有可能比較好的表現 梅林 寶具 勇士隔絕的理想像 我方全體恢復1000HP 獲得5NP 以及 自身給予5顆星 接5回 擊敗人 超級擊敗人 如果在FGO內看不過癮 想要更加了解梅林 請搜尋 與他寶具同名的小說 Garden of Avalon 梅林系裡系外的能力都無庸置疑 劇集上屬於最高位的Caster之一 能讓任何地方都斬滿花朵的花枝魔術師 擁有看到現在的千里眼 遊戲實戰上 他說你是英雄 你就會是英雄 沒有他服務期的紅寶英雄 如果有 那就用兩隻梅林 在遊戲外 他能讓實況主的關卡人數平均從3000漲到1萬 還能讓部分觀眾氣到腦沖血 甚至 還有人為了他花了26萬日幣 是一個不論在哪裡都有超高影響力的男人 而在大部分的評分榜中 他的綜合版銀都是最高等級 甚至被譽為環境卡 能有這麼高的評價 主因在於他不論在高難度周回出場 跟孔明都是不相上下的 在高難度上甚至超越了孔明 因為技能組到寶具 每一個都與高難度的相性非常的合 首先 梅林的寶具是可以疊的 等到啟動一次後配上他混血的被動 寶具只會越開越快 甚至兩回合可以開一次 此時整個隊伍的血量都能快速恢復 如果沒遇到意外 根本不會翻船 而他的3技被戲稱為Bug做成 除了B卡性能提升3回外 最重要的就是暴擊威力傷害提升 紅塔本來就是三射中攻擊力最高的 在配上提高那麼多的暴擊傷害 條件抽起後 一回殺不是問題 就連暴擊需要的猩猩 梅林都能提供 這也是為什麼常常可以看到有雙梅林的配置 這樣的火力在FGO中真的有點 Overkill 造成很多攻略文都會有他的出現 一般搭配黑貞德 能用超高火力無腦碾壓大部分的敵人 而就算搭配非紅卡寶具的角色 只要主攻手能打暴擊 梅林就能輔助 只是效益不是最高罷了 而他小小的缺點就只有不能解debuff 搭配梅莊2030 宇宙靈境寶石弓等都相當的不錯 技能推薦 3技1技2技 3技提升的能力太多因此優先點高 1技跟別人的李袖氣質攻擊力差不多 點高也就提升攻擊力而已 提升的NP量不變 2技主要用在多敵方寶具 暴擊力下降和打蓄力上升算是附加的 斯卡哈斯卡蒂 又成術師匠 寶具死亡溢出 通往魔境之門 5回合內我方群體暴擊威力提升3次 3回合內回避狀態即時無效狀態一次 傷害減免3回 俗話說得好 蹲得越低跳得越高 感嘆耶和華 讚嘆耶和華 由於術師匠的出現拯救了所有綠卡寶具一名 而強力QR輔助營運之前一直沒出的原因大概是Q卡性能提升 代表打新能力 傷害輸出 NP回收 都會提升 一個做不好容易破壞遊戲平衡 而幸運的是 目前看起來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雖然與梅林同樣有暴擊威力提升100% 但限力綠卡 這使得打出的傷害根本不會太誇張 而他最重要的三技 單體50NP增加 這是全FGO中第二個能幫隊友增加50NP的角色 也因此日版只要有孔明、術師匠、任選3隻 一張圖滿的寶松再加上一隻能致填50NP的角色 這樣子 誰都能寶具三連的呢 撇除到這麼困難的條件 騎士只要有 雙術師匠 配上特地輔助和綠卡的角色 也能輕易寶具三連 其中最推薦的是 狂藍絲和伯爵 尤其是伯爵 甚至可以把高難度當周回來刷 而術師匠本身在高難度的表現其實很不好說 因為沒有回血能力 也要靠寶具才能減傷 再加上雲雲還沒有做球給他 因此表現有帶上雀 但可以確定的是 他能超大幅度的提升所有瑞卡角色的戰鬥能力 技能推薦 3技、1技、2技 填充50NP不用說神技 而2技在周回時用處算比較小的 所以放到最後 角色推薦 我是很想說最好都要有啦 但這邊還是要給個推薦才行 周回時 孔明、術師匠 梅林、C狐 梅林只排在第三名 是因為他只能填充20NP 雖然當碰到高血量的敵人時也需要Bug作成 但跟填充NP的使用度一比 還是差了一點 而C狐太綁定隊伍 所以放到最後 高難度關卡 梅林大於孔明等於C狐 素食將問號 梅林被譽為環境卡 稱霸者各個榜單 甚至有很多的角色評價都是建立在有他的情況下才評的 我想在高難度第一名應該沒什麼問題 而素食將因為剛出來沒多久 他實際的表現不夠多所以不排路 最後 順帶一提 由於素食將技能強化需要的道具相當的新 如果要剛抽到就要練好 其實有點困難 因此素食將不太推薦用來開局 而梅林和孔明只能選1的話 個人推薦 還是孔明 因為這遊戲就是90%以上的時間都在走回 要節省寶貴的時間的話 他一定會是第一人選 喔對了 最近FB粉專開了 如果想要這本健康清晰的話策 歡迎到粉絲團留言 那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按下喜歡以及訂閱喔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還有什麼想知道的 想要我做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麼下次再見了 掰掰